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厨良 很欢迎你们来到我的主食频道 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做虾片呢? 你没听错, 是真的虾片 如果你们放假有时间, 不妨试试自己做吧 自己做的虾片, 比起平时在外面买回来的零食虾片 虾味浓郁很多倍的 把它扔到油炸那一刻, 看着它慢慢的膨胀, 真是非常治愈的 大家是否很想知道怎样做脆泡泡又松发的真虾片呢? 千万不要走开啦! 在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和记得按个小叮当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次出的新片啦! 大家首先看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我们做虾片需要的材料就是这么简单 除了我们的主角, 急冻虾之外 当然不少木薯粉 是木薯粉, 大家千万不要买错 除了需要用到这里列出的材料之外 我们也需要用一部搅拌机 同一时间, 我也准备了一份英文版的食谱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这里啦! 大家抄好食谱,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啦! 在食谱里面, 我写了今天是需要用到急冻虾的 如果不用急冻虾, 大家去街市买新鲜靓虾也可以! 为了提升虾片的鲜味, 只靠虾肉是不够的 我们一定要准备虾皮! 刚才我说过的, 大家可以用新鲜虾 也可以像我那样用急冻虾的 这包急冻虾刚刚好, 200克! 大家在冰格直接将包急冻虾拿出来 然后将它啤水 大概啤几分钟, 虾就已经解冻了 懒人做法, 我直接在包装袋底部 剪两个孔, 进行啤水 现在就可以将解冻的虾印干水分 然后倒入一个搅拌机里面 再加入10克虾皮 为了辟除腥味, 可以加入适量的姜粒 还有70克清水 接着就可以吸盖 将虾肉搅拌成泥状 现在还未成功, 看到虾皮都飞上来 我们现在将虾皮刮到搅拌机里面 在这个时候, 顺便加入调味料 包括1.5茶匙盐 还有1茶匙砂糖 适量胡椒粉 加多一点炸出来的虾片更加惹味 接着就可以再吸盖 再次开着搅拌机 将搅拌机里面的材料搅拌均匀 很快已经搅拌好了 在这个时候, 将虾泥倒入一个大的容器里面 接着就可以倒入240克的木薯粉 木薯粉我分了两次加入虾泥里面 整个过程用筷子搅拌就可以了 搅拌到几乎看不到木薯粉 接着就可以再将剩下的木薯粉加进去 继续搅拌均匀 继续搅拌 搅拌至所有木薯粉和虾泥几乎混合完之后 就可以用一个胶刮 将底部或容器旁边的木薯粉刮起来 一点都不要浪 接着就可以将整个面团倒在一个干净的工作台上 现在我们就可以落手搅拌了 整个过程很快 大概分几两分钟就可以将它握成团 握握一下, 面团开始成形 我们就可以将它搅拌成长条形 面团的粗幼其实都没什么所谓 视乎大家想一块虾片炸出来有多大块 然后将面团平均分成两份 这样放入锅里容易烧 如果太长的话 是没办法放进去的 所以如果你的锅是小一点 可以将它切成三份 时间的关系 我在锅里已经煮好一些滚水 水都差不多煮滚 现在我们就可以将准备好的面团 放入锅里 让它用水煮熟 全程继续用中火将面团煮大约25至30分钟 如果大家想确认一下面团熟透味 可以一会煮好的时候 捞出来把它切开看看 因为我就是做少了这个步骤 所以一会我做出来面团不够熟透 那就没那么理想 熟透的面团经过风干切片再油炸 所做出来的虾片是最蓬松最漂亮的 大家可以留意这点 好了 下一步就是将煮好的面团 放入冰水里 让它降温 降温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架上 让它封干 可以放在室内阴凉处 又或者是阳光底下进行封干 大概一日完成 不需要完全干透的 大概八至九成干 这样就可以了 最主要是想方便 一会将它瓷成薄片 眨眨眼就到第二日了 我们看看一块面团 两块面团表面都已经干了 不再黏粒粒 表面很硬 里面还是有少少弹性的 这个状态最适合用来切片 接着下来很简单 不用说了 我们将它切成薄片 有多薄得多薄 这个时候就考验大家的刀工了 切下去那刻真的要用少少力才行 因为表面都挺硬 虾片未完全干透 大家都看到了 有点弹性 我们现在要将虾片放在阴凉处 又或者阳光底下再次封干的 虾片这么薄 放一天都一定可以完全封干了 我只是将其中一条面团切成薄片 都切到六十多块 一天后 大家都看到了 虾片已经完全封干了 现在就是时候可以下油渣了 炸虾片的油温不需要太高 我们开小火 温度来说大概140-150度 如果没有温度计的话 可以牺牲一块虾片做油温测试 当你看到一块虾片浮起的时候 代表油温已经够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准备油炸虾片 保持细火慢炸 如果火太大的话 你将虾片扔下去 很快会炸到硬了又焦 根本给不到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让虾片慢慢膨胀 所以我们记住 全程要保持细火慢炸 扔下去不用五秒钟 虾片便会膨胀 如果有些位置没炸到的话 用筷子搅拌一下 随即我们就要把它捞起 千万不要炸太久 如果你家里有急冻虾 又有用剩的木薯粉 不知道可以用来做什么 要试试学做真虾片 只听就知道有多脆 今次厨量的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个like我 记得分享食谱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